百年时尚新,千年翡翠琴,买A货翡翠,加微信1177-6270,尽少期内,免费退换,让您花最少的钱,带最好的翡翠。 捉木狼马蜂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风,同时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风。 在登山爱好者的心目中,捉木狼马蜂,巍峨宏大,既是磅礴,绝对是让它们神往的圣地,也是证明它们攀登能力的最佳目的地。 因此,自1953年5月29日,人类首次攀登珠木狼马蜂成功后,每年都会有七万到十万的登山爱好者先来挑战它。 人类的征服欲望是无穷无尽的,珠木狼马蜂也在迎接过这么多登山爱好者后,逐渐变成了另一个模样。 或许有很多人认为,珠木狼马蜂的血水是世界上最干净的,然而事实上,五十多年来,两千人登顶,无数人到此一游,这里早已变成了巨大的垃圾城。 登山者们在这里搭起帐篷,短暂居住的同时,制造出了大量生活垃圾,且由于这里没有厕所,现在已随处可见人类排泄物。 据相关资料统计,目前珠木狼马蜂上至少有五十吨垃圾和十二吨排泄物,而此地的气候和海拔条件也决定了这些垃圾和排泄物既不易清理,也没办法自然分解,让世界各地的环保人士痛心不已。 除此以外,珠木狼马蜂的危险也是人尽皆知的,在过去的五十多年时间里,有不少登山者死在了登顶的路上,而遗留下来的尸体也起码有一百多具。 事实上,珠木狼马蜂周边的国家也在想办法清理这些垃圾,但始终收效守微,真不知道这片神圣的净土最后会变成什么模样。 革命烈士江姐被杀害前,曾将自己唯一儿子彭云托付给表弟,希望他以后能报销祖国。 长大后的彭云成绩优异,被公派着美国流血,然而伺候的他却再未回国,而是在美国当中深教授。 当媒体问及此事,他的回答惹人争议。